大家好 我是丹萌小熊 我给大家录一个绳子儿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今天 我看到一顿画很感人 我就把它录了下来 一个人的房间 一开电脑 一个麦克风 一张椅子 也许你看到她的羞张 看到她的逞强 也看到她 幻生笑与背后的忧伤 那么想对她 送出一丝尊重的脸庞 每个中国都值得被疼爱 她用自己的努力 带来了你的微笑 用自己的逗逼 还来了短暂的乐趣 也许你知道 关于她的很多事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也有很多很多 也许你知道她 每天的面带 微笑的街道 但你不知道 她心里有多大的压力 为了这份工作 而忽略了多少 你知道 她以这个为工作收入 但你一定不知道 她为这份工作 付出了多少危机 多少努力 多少汗水 你尝试过 在电脑面前 你做了甚至十几个小时吗 你以为她们只是 壮探个点标签吗 你尝试过 为了迎合游客的喜望 而被嘲笑自己傻吗 你尝试过 因为所有的朋友 被很多人负责吗 你尝试过 你尝试过 每当给自己放假一滴 就像猪的笼子小鸟一样吗 当她累的时候 如果女生的粉丝 就给她一点时间 让她们休息 每个组织 都是被嘲笑出来的 谢谢大家 做你们的高喜欢 拜拜